真的胖到人生的巔峰 我現在是稍微收斂了一點 看你後面 对不起喔 讲到体重 钟声琳开玩笑说 没事别乱聊耶 但对剂情而言 体型的变化 确实是近期最大心得 我最近好胖哦 要运动 胖得好 胖还好 因为呢 你瘦的时候 你放我的心 胖了之后 你就出不来 迷上爬百岳过两天 还要挑战清晨路跑 累归累 但最没办法忍受的是这件事 胖到我老公都说 我有点令人发指 可是太多人 你可以不要往我说 我胖到像亡人府 对 那个记者下了标就是说 季晴胖到像亡人府 然后我女儿就说 妈这记者好会下标 一次重伤两个人 和日前的照片比一比 单看脸部轮廓 没经过修图 确实较圆润 季晴说 距离人身体重目标 还差五公斤 甚至等等受访完 就要马上上山 所以你就是已经习惯开始爬山 对对 就会习惯那个运动量 和季晴都出自屏风表演班 有多年的好交情 如今也都当妈 想到接下来母亲节 重心凌曾这样许愿 吓到老公 有一年我老公跟我说 你母亲节有什么礼物 我说 你可以让我出去 一个人自己住一天 然后 对 然后就说 她说你是要这样的 她有点不能理解 可我突然想 我突然觉得 我好像无情这样子 她就说 谢谢你把我生出来 谢谢你当我妈妈 二宝就是那种又想要省你 然后又自己会吐槽 就说 妈妈你想不想要卡片 想要卡片吗 你就知道她在写卡片 当妈咪后 其实对物质无所求 嫁妆小孩 只要乖乖听话 心意比什么都重要 TV新闻小明星 张宝君 台湾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